而在新北市新庄的新泰温子郡市地重化区 国泰里刚好也在重化区的范围之内 里长是感谢市长侯友宜对地方发展的重视 做了最有效的整体开发规划 而他说未来这是钻石地段 渴望在国泰里出现 西洋区国泰里正好位在新泰温子郡市地重化区里面 里长曾经谴衡感谢新北市长侯友宜对地方发展的重视 也做了最有效的整体开发规划 里长看期盼未来钻石地段就在国泰里 因为我们可能这里附近这一块地整好以后 我们可能有大型的商场或者什么游乐设施 公共设施以后都是很好像比较高级的地方 所以我们这一块也可能是以后的钻石地段 现在很不错 也是我们也是感谢我们侯市长 对我们这一区块有在用心在做事情 从新庄路763项一带到新树路段 约有500多户的地上建物 里长说明目前约有9成已经完成拆除作业 里半空处前方清楚可以看到左右两侧的巷道 原本地上午所拆除后的水泥砖块 里长也表示工程单位近期之内将会建树完成轻鱼的工作 不过因为平日往来车流量庞大 里长请用路人行进这个路段时 请减速通行并且注意自身安全 最近在拆迁的交通方面比较不方便 影响行人或者车辆通行 就比较大家稍微见谅一下 延档40多年的新泰温子郡市地重化案 市府展现了魄力拆除将近有6000间的铁皮屋工厂 并且启动将近400多公顷的重化案 这也是北台湾最大规模的市地重化案 里长表示全案预计在2026年完工 日后地方的繁荣发展指日可待 记者黄又贤新中报导